Hello,大家好,我是Yan 大家,平日晚上是几点吃饭的 我们家平时是7点吃饭的 昨晚就比较早 昨晚6点我们就吃饱饭了 家务我们是分工的 平时我就负责去煮饭 我老公就负责去洗碗 昨晚都一样 饭是我煮的 所以碗就要我老公洗了 吃饱饭之后 我老公就去厨房洗碗 我就跟老公说 老公,我现在去洗澡了 不知道大家平时洗澡要多久呢 那我洗澡都算快的 如果不洗头的话 不用两个字就搞定的了 但如果要洗头的话就要久一点 那如果要洗头的话 那都要四五个字的 因为我的头发都比较长了 所以就要久一点了 要多一点时间的 那昨晚我就没有洗头了 所以很快我就冲好了 不用两个字就冲好了 那我冲完凉之后 我看到了我老公还在厨房洗碗的 虽然还没洗好碗 但是我看到已经是七七八八 嗯 七七八八就是说 虽然没100%做好 搞定 但是都做到70% 80% 所以是七七八八的 那我就站在那里啦 啊 站在那里跟他聊聊天啦 他一路洗碗啦 一路跟我聊天的 那他跟我说啦 洗完碗之后啦 他想做些东西 那我说啊 我们刚刚才吃饱饭 你想做东西 大家会不会好奇怪呢 那我老公就说啦 是做些甜品啦 我说甜品 他说是呀 你知道啦 啊 最近呢 开始转量啦 啊 秋天到了啦 是时候吃些 苹果做的甜品 那我就问他啦 是不是苹果批呀 那我老公就说啦 不是苹果批 是像苹果批的东西咯 那我ok 那我们聊聊聊天啦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我老公就洗好碗啦 他就走过去饭厅里 拿了四五个苹果去厨房 那我见到他啦 首先啦 洗干净些苹果啦 跟着呢 就批皮啦 ok 批走些苹果皮的 他说那些苹果皮不要啦 啊 做苹果的甜品 如果有苹果皮呢 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呢 他就洗干净些苹果之后啦 首先就批走些皮 跟着呢 就切啦 切开一够够 很小够而已 切开一够够这样 跟着呢 我就见到他加点糖啦 又加点面粉啦 跟着这样搅拌啦 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其实 啊 ok 不过他就说 是做 像苹果批的东西 ok 那不够两个字啦 那我老公就准备好了些东西啦 放到的烤箱里啦 ok 跟着呢 我见到他教时间啦 是教35分钟的 ok 教好时间啦 那他就跟我说啦 老婆 那我现在在楼下啦 扔垃圾的 那我说 没问题 你去扔垃圾啦 跟着呢 他就 拿着垃圾啦 嗯 开门 ok 开门 跟着呢 就说拜拜啦 待会见 那跟着呢 我就帮他关门啦 关门啦 关门啦 OK 啊 跟着呢 我就走去个饭厅里 看电视的 那当时呢 我的女儿呢 就在那玩电脑啦 那我儿子呢 就在这个饭厅里看电视的 啊 我和我儿子一起看电视啦 我女儿就在那玩电脑啦 那 那差不多是半个钟头 啊 半个钟头这样啦 我老公呢 终于 扔完垃圾 回来了 我是非常之好奇的 正常的话 你落楼下 扔垃圾 是不用 一个字的 但是他 出了去 差不多半个钟头 跟着呢 他就 拿着一袋 东西 回来 是这袋 那我啊 你去扔垃圾 为什么多了 东西呢 那跟着呢 我就想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啦 OK 那我见到里面呢 是有很多东西喝的 喂 为什么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喝的 你不是去扔垃圾的吗 跟着我老公就说啦 是去扔垃圾的 扔垃圾之后 我想走下嘛 那我就在家附近走下啦 那你知啦 走下走下 有些颈壳 那我就想买些东西喝咯 所以就买了些东西喝咯 那跟着我 咦 家附近有卖东西喝的店吗 那我老公就说啦 你记不记得啊 之前呢 楼下开了那间 卖电子烟的店的 我说呀 楼下那间 嗯 店铺是卖电子烟的嘛 怎样呀 那我老公就说啦 原来呢 楼下那间卖电子烟的店铺呢 除了卖电子烟之外呢 它还有 饮饮的 很多饮饮卖的 我说 为什么你会知道呢 写着啊嘛 有饮饮啊 哦哦这样 是啊 还有呢原来呀 那间卖电子烟的店铺呢 里面有很多 饮饮的 有些是美国的饮饮啦 有些是日本的饮饮 有些是中国的饮饮 它有不同地方的饮饮的 哇 这么厉害 它说是呀 是呀 是呀 跟着呢 有张 收据 这里有一张收据啦 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啦 有收据的嘛 那我就看一下 它买了些什么啦 它买了 这里有一支汽水的 它买了三支这些汽水 这些汽水是便宜的 我听老公说呢 这些是便宜的汽水 OK 耶 我自己是不喝汽水的 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呢 是便宜的东西来的 但老公说是好喝的 嗯 所以他买了三支 那我看一下价钱啦 这个有价钱的嘛 收据是有价钱的 我看一下价钱啦 它这支东西呢 是 一个 二毫九 一个二毫九 那这支是一个二毫九 一支 一个二毫九 一个二毫九 不用过半了 OK 那都算便宜的 这么大支 大家看一下我面子 这么大支 一个二毫九 都算便宜的 所以他买了三支 OK 我问 为什么上面还有东西呢 但是 袋里面没有东西了 只有三支这种的汽水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它是写着 Mitsuyasaidu 是什么来的 那我老公就给我看啦 老婆呀 这个是 Mitsuyasaidu 哇 大家 你们有没有见过 这支饮饮呢 有没有喝过呀 我自己呢 听都没有听过 今次是我第一次听 但是它上面是日文来的 所以应该是日本的夜饮 那我平时呢 如果是没有吃过那些东西呢 没有喝过那些东西呢 那我就Google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所以呢 我首先就Google Google 那原来呢 这支牌子的汽水呢 大家见到 它有很久的历史的了 它是有140年历史的 所以很多日本人呢 是有喝过这支汽水的 还有呢 很多日本人是喜欢喝的 OK 喜欢喝这支汽水的 那我看Google 是这么说的 那这些汽水呢 跟很多美国 这些汽水是很不同的 这些汽水是很甜的嘛 但是这支汽水呢 它是很清新的 不是很甜的 那喝下去是舒服的 是这么说的 那原来呢 除了日本人喜欢喝这支汽水之外呢 原来呢 其实很多香港人 都是有喝过的 可能很多香港的超市 都可以买 所以很多香港人 都是有喝过的 那这支汽水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的 但是都是 不是很甜的 所以是很适合日本人 和香港人的口味 我猜 甜的呢 就是适合美国人 我觉得 OK 那看它 应该是不错的 大家 知不知道这支汽水 这支汽水 在这间店铺买多少钱呢 我看到它是4.99的 那这支汽水呢 是这么小的 那么小的 但是它其实都贵的 是4.99 但是我Google 它在网上买 是1.99 是不用2元的 那么在那些店铺 就会是贵点 那是正常的 差不多5元 4.99 接着呢 我看看 咦 怎么知道 我看到那些东西 大家 这个日期 大家看得清不清楚 它上面是写着 2024年8月 那现在已经是2024年10月 所以是说呢 这支汽水呢 它是过了期两个月的 所以我老公呢 他颈渴 见到这些饮饮 所以他没有看日期 然后打开它 喝光了 所以他喝了一瓶过期的汽水呀 一瓶过期的汽水 还要卖4.99 有没有搞错呀 我和老公说的那些事呢 突然间 噢噢噢噢 原來是焗爐響 因為我老公教了時間 是35分鐘 焗爐就會響 時間到了 所以我老公做過些 不知道是蘋果批還是蘋果麵包的東西 時間到了 我老公打開焗爐 他看見熟了 然後他就拿了出來 我兒子和女兒 聞到鼻子 聞到是非常香的 有些蘋果酸酸味 又甜甜的 是很香的 然後我兒子和女兒 就來廚房 就試了 他們倆都說 爸爸,真是好正啊 那我老公又試了 他說真的很好吃 所以昨晚就是這麼可愛 老公做了 蘋果的甜品 還有喝了一瓶 過期的日本汽水啊 那大家下次如果你們去買東西 特別是他的小店 記住記住記住 要看日期啦